大家好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热血军 今天要来介绍给大家一部经典怀旧动漫 那就是号称小学馆女帝 高桥留梅子的作品七孝泉 关于七孝泉的艺名 是早期台湾海盗版的翻译 直到大兰代理过来后 才把书名还原为乱马二分之一 不过还是保留七孝泉的名字在旁边 因为这个艺名太升职人心 为何主角名字要取名为乱马呢 其典故事出自于三国无泄成的后汉书 快刀斩乱马 当时的早雨女乱马 还被大兰翻译为鸡乱马 天道歉被翻译为前小歉 实在是不知所谓不知如何吐槽起 说起高桥阿姨的作品有个特色 他对于男女间的纯爱与憧憬 感情描绘得非常细腻 能够升职人心 四个男女读者都通知的量产型作家 每部作品都没有断尾 敬业程度堪称是业界第一 到现在还是单身了他 显然已经把自己嫁给了漫画 他的众多作品中 有很多成名之作 如福星小子 香聚一刻 犬夜叉等等 而乐雪君最爱的就是这一部 高桥是心中的幻想中国世界 乱马二分之一 从1987年连载到1996年结束 会这么说是因为 那时期的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来源 很多都出自于当时港片 非常盛行的武打片 乱马这部作品集合了格斗 搞笑恋爱于一生 在当时可是跟正在连载的龙珠 斗个旗鼓相当 互相争夺谁才是国民漫画 虽然结果是龙珠完胜 不过编辑鸟倒还是后悔的表示 当初高桥带着福星小子 来Jump投稿时 没有留下他 反而让死对头小学馆 多了一个非常强力的台柱 真的是非常失策 那时期的漫画龙头 鸟三民与高桥刘梅子 还常常被大家拿来比较制造话题 在这不得不提一个都市传说 鸟三民与高桥刘梅子 还曾经有过相亲 做梅的人就是高桥的好朋友 漫画家佐久坚章 这件事情在当时传得很开 但真假却不知道 不过有次鸟倒接受采访中 有被问到此事 但鸟倒却直接把话题岔开 实在是非常可疑 不管这留言是不是真的 反正结局是没有成功 为何乐写君独爱乱马二分之一 而不是最红的犬夜叉呢 其原因是 除了作品独特的幻想中国风 以及极具创意的搞笑犬法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是 不管何时月读都能够很轻松 很舒服的随时收看 这都要归功于高桥阿姨 对剧情的节奏掌握恰到好处 张词有度 不会给读者造成太大负担 个性化的人物 自然的融合在这部闹剧之中 可以说这部作品里 没有一位是正常人 那么乱马二分之一是如何练成的呢 那时高桥阿姨决定让当红的福星小子 与相聚一刻同时完结后 跟鸟三名一样 受到了当红的成龙电影罪权影响 所以想要画一个 跟偶像成龙一样的功夫喜剧题材 但有见于福星小子连载时 增加了很多女性粉丝 因此考虑在创作上 把故事内容面向更多的读者 于是想出了 让主角可以性别转换的设定 就有了内容有趣的咒拳箱 让乱马可以随时变男变女 大大增加故事的发展性 虽然乱马故事基调跟福星小子差不多 但却多了大量的中国风题材 以及爆笑式的格斗元素 还有最重要的性奇萌画面 在此就要特别介绍 三浦这位来自中国的女性角色 可是整部作品中人气最高最讨喜的 再加上整部作品 在当时没有许多奇奇怪怪的 女权家长团体来靠腰 所以动漫里有很多 而可以让当时还年轻的大叔们开启性奇萌画面 有看过女乱马 还有三浦裸体尻过的大叔们 欢迎请在下方留言自首 故事中许多搞笑的拳法动作 当然也是受到了成龙电影的影响 招牌的搞笑手势 还被当时的台湾画家们模仿照操 至于小倩为何会从长发变成短发呢 也是因为连载一段时间之后 高桥阿姨对小倩这个角色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完全抓不准小倩的心境正在范畴时 才警觉是角色的发型有问题 所以也就顺着剧情的推进下 顺势将小倩的头发给剪短 变成现在大家看到的清爽感觉 那么高桥阿姨为什么会突然想尝试 从没画过的格斗漫画呢 也是因为当时市场上正当红的都是格斗类题材 诸如七龙猪与圣斗士行驶等等 不过乱马1%与七龙猪和圣斗士 每个阶段都有大boss可以打不透 故事前期是以单元剧为主 这也是高桥深受偶像盆子F不二雄的小叮当影响 虽然编辑希望他不要再采用福星小子那种 单元剧的表现方式就是了 直到了半画22集以后 才有比较像样的大boss出现 来挑战主角群 但就算是大boss 还是有让属下们可以吐槽的搞笑点 因此整部作品依然还是可以非常轻松的阅读 不会让人觉得有大boss的紧张感 而高桥阿姨描绘打斗场景时 处理起来生动活泼 我丝毫感觉不出是初次尝试 再加上大绝招的表现手法 就是致敬老车的圣斗士心史 显得非常有魄力 所以是不完成度很高的格斗漫画 其实乱马1 2 动画 在播放出席时并没有那么顺利 原因是乱马故事的感情线飘忽不定 让之前的粉丝很是失望 认为乱马是个渣男 所以播放到21集 收视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只好做了一个小结束 更换了一些工作人员之后 随即开启了新的篇章《热斗篇》 还加入了大量的原创内容 将一部分的作画发包给了国外工作室 导致画面品质也有所下降 不过好在没有到作画崩坏的程度 但是播到161集 由于故事后期流于公式化 再加上遇到龙珠这个大魔王力压下 所以收视依然没什么起色 制作组也就没有继续把动画给做完 只停留在乱马与母亲相认的篇章 这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为什么乱马动画没有出完的原因 除了TP版动画外 原创内容还有OBS一部 剧场版也有三部 2011年更推出了真人版SP 很可惜就是近年来 福星小子已经重制 乱马二分之一却是遥遥无奇 很希望如果重制的话 能够把当年没做完的剧情给补完 直至今日 乱马连载结束也已经20多个年头 非常感谢高桥阿姨 给了我们这么精彩的一部 无厘头的中国风格斗恋爱喜剧 最后由于观众的收视习惯 本篇前期还是介绍动画版重点章节为主 来与大家一起怀旧复习这部经典之作 没看过的朋友们 也可以快速了解乱马这部剧情的 有趣之处以及魅力所在 下一部影片再接续漫画版的故事剧情讲解哦 闹剧的开端 就是无差别格斗流师兄弟 早云女玄马与天道早云 在年轻时就对彼此的儿女立下婚约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继承到场 早云有三个女儿分别是 大女儿温柔文静又美丽的小侠 二女儿侍钱财如命 自带女王属性的小米 三女儿男人婆小倩 而玄马有一个儿子就是乱马 但父子俩却在中国青海省 全金山的奏权香修行时发生意外 两人互殴期间 玄马掉进了曾经溺死熊猫的池子 被诅咒成为了熊猫 乱马则掉到了曾经溺死年轻女子的池子 被诅咒成为了女人 名字叫乱子 因此她们便留下了终身隐患 只要碰到冷水 就会变成被诅咒的样子 浇到热水 则会还原成本来的模样 由于乱马怪异的体质 小侠与小米就把自己最小的妹妹小倩 应推给乱马作为未婚妻 想当然讨厌男生的小倩 当场拒绝这不男不女的人妖 因为乱马之前还在洗澡时 看过自己全裸的模样 所以热血君只好帮大家给看完了 更惨的是乱子的身材还比小倩好 这让小倩更加火大 就这样 婚礼只好暂时隔制 找一女父子两便作为时刻 暂居在天道道场 至于为什么他们不回家住呢 其原因之后会为各位揭晓 虽然小倩是个标准八婆 身材又不怎么样 但她在风铃馆高中 可是男人们的梦中情人 校长的儿子久能带刀 更失智地定 只要男生打赢小倩 就可以跟她交往的规定 不过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人成功就是了 所以当戴刀知道乱马与小倩有婚约后 便立即与乱马大打出手 不过双方在打斗中 不慎掉落到学校泳池 因此戴刀误认为是变子姑娘打败自己 这下戴刀又多了个迷恋的对象 就是乱子 虽然同伴的小米喜欢戴刀 但奈何戴刀只喜欢小倩与变子姑娘 因此小米平常都靠 卖乱子的烧照片给戴刀 赚免费的美食与零用钱当外快 然而麻烦却接二连三的缠上乱马 堪称本部作品贝吉塔存在的 陆思想娘牙登场 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好不容易来到风铃馆高中 想找乱马决斗 但两人在打斗之中 娘牙却不慎切断了 小倩特地为喜欢很久的东风医生 所留的长发 因为东风医生一直暗恋着大姐小霞 所以小倩为了模仿大姐 才刻意留长发 为的就是希望某天东风医生 可以喜欢自己 不过这只是小倩一厢情愿罢了 这场对决也在大家的金呼声中结束 所以说头发是女的生命 一点也不为过 小倩还一直在暗恋的东风医生 面前痛哭好一阵子 时间流逝来到了晚上 小倩要睡觉时 却有一只淋湿的小猪 迷路来到了她的闺房 因此被小倩收编为宠物 取名叫做小P 其实这只猪就是梁牙 因为她为了与乱马决斗 迷路来到了揍拳箱的时候 被路过的乱子 不小心踢到了黑猪逆拳 才因此被诅咒变成黑猪 更被路过的学马捡到 准备要煮来吃 所以梁牙恨死的乱马 还会仗着主人小倩来教训她 接下来带刀的妹妹 黑玫瑰小泰刀 为了想要在不久之后举办的 格斗新体操大赛赢得胜利 准备提前解决自己的对手小倩期间 不是被路过 追着小P跑的乱马给解决 偷袭失败的她 从二楼掉到一楼时 刚好被乱马救下 小泰刀因此迷恋上了乱马 更直接想来个霸王硬伤功 不巧被来找查的小倩给当场主子 接下来登场的是 人气最高的女主角三浦 她为了追杀乱马来到了日本 乱马会惹到她 是因为乱子在中国修行时 与民风彪悍的女杰族 一年一度比武大会上赢了三浦 女杰族有个规矩 只要是外来女子打赢自己 就会献上死亡之吻 并且事实追杀到底 不过三浦却一路追到了天道道场 想要杀了窝藏乱子的小倩时 乱马为了救小倩不小心击败三浦 自此三浦便爱上了乱马 因为女杰族规记载着 只要是男人打败女战士 大女战士就要嫁给打败她的男人 乱马因此陷入的只要是乱子 就会被追杀 变成乱马就会被三浦 爱得要死的双重极端感受 哈因此惹得小倩非常生气 直接退婚 但是在这样搞下去 乱马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骗三浦自己是女人 假扮成男人的模样 三浦健壮一时间无法接受 气到疯掉想要杀了乱子 可是三浦终究下不了手 随即哭着离开中国 不过也因为三浦敢爱敢恨的个性 才让大家非常喜欢 龙灯乱马里最受欢迎的女性角色第一名 直到某一天 小霞接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竟然藏了一只猫 刚回到到场的乱马当场吓得半死 原因是选马在乱马六岁时 想要训练他学习无差别格斗流的猫拳 一直把猫最喜欢的鱼肉卷 绑在乱马身上 并且抛入饥饿的猫群之中 所以搞得乱马非常怕猫 然而物己可是会必反 要是把乱马逼到极端恐惧的极限 乱马便会失去理智 变成使用猫拳的无敌状态 任何对手都奈何不了他 只要小倩能够安抚 变成猫的乱马情绪 小倩的初吻还在这样的状态下 当众献给了乱马 让小倩当场气得半死 另一方面 三浦回到了日本 并且卖起了拉面 店名叫做猫饭店 他这次还带上了自己 300多岁的真竹母可伦一起来 还告诉乱马自己会变成猫的原因 因为三浦没有杀了乱子 回来违反了竹龟 所以真竹母带他来到咒拳墙继续修炼 好完成任务 但三浦却因此被真竹母 打落到了猫腻拳才会变成猫 而真竹母可伦可说是本作无敌的存在 他相当欣赏乱马 并称他为真生女婿 可伦就类似倚天屠龙记张三丰的地位 也算是乱马半个师傅 还传授给乱马女杰族的幻之神拳 其修炼方法为 以超高速的手法将丢入火中的粒子取出 所以出拳得要非常快速 有慧跟的乱马很快就学会 并且在速度上赢了可伦 可谓是拳怕少壮 这算是乱马学拳以来 第一个学会的名门正派拳法 紧接着 非常喜欢三浦的童年玩伴 牧师也追到了日本 因为他是个大近视眼 所以常常认错人 他对三浦的爱却是最忠诚的 由于他一直打不赢三浦 所以只好针对乱马出气 只要能得到三浦 甚至可以不要自尊心 擅长使用奇怪暗器伤人的白鸟拳 牧师在与乱马的决斗中 最后输给了乱马的火中天津甘利拳 但是为了赢回三浦 他回到中国咒拳墙修行时 走路不慎踩空掉进鸭子逆拳 从此被诅咒变成了鸭子 而三浦也不是真的讨厌他 之后便收留他在猫饭店打工 只是他实在太弱 还有小丑般的形象让三浦无法接受 不死心的可伦 为了能让三浦顺利嫁给乱马 所以就利用梁牙特地训练他与乱马抢小倩 教授他女杰族秘权 用心眼来看穿万物的暴碎之血 可使其物体爆破 但这招本是土木工作使用的技巧 所以对人体没有影响 梁牙因此被击败 接下来本部作品的万恶根源 无差别格斗流创始者从封印中被解开 他就是悬满于早云的师傅八宝斋 四个把色情当作呼吸的老头 虽然武学造子无能能抵 但却是个不顾徒弟他人的色老头 在十几年前做了很多极其过分的事情 还连累徒弟 因此被忍无可忍的两徒弟喝谋 趁他喝醉酒时 偷偷将其丢入桶内 埋放炸药引爆封印 高桥阿姨亲口承认 他是作品中最厉害的高手 认真起来没人打得赢他 其实八宝斋对笨蛋弟子们的背叛并不在意 只要有人能成为无差别格斗流的继承人就可以了 于是选马便把这烫手山鱼丢给了乱马 便与早云一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一点都不讲成为八宝斋的继承人 顺道一提八宝斋所创的无差别格斗流终极必杀 幻之秘技 八宝大滑轮 这招说穿了 也只是点着玉藏的烟火扔向敌人 作为逃走时用的不讲武德招式 但麻烦的是还是找上了选马 一位名叫佑金的女孩前来复仇 并且轻易地击败他 更像十万中期的乱马发起挑战 要给他好看 选马不得已只好告诉乱马 他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由于选马肖想朋友 作为女儿佑金嫁妆的好胃烧贪车 因此私下跟佑金父亲许诺 乱马会取佑金 但选马却违背誓言只把贪车给骗走 佑金自此便背负责 遭未吩咐遗弃气的恶民让人奚落 导致佑金恨死乱马父子良 选马更过分地还将责任推给乱马 他要小时候的乱马选择 要佑金还是要好胃烧 乱马却毫不犹豫选择了好胃烧 由于父子良的渣男行径 被在场的女性们痛恨 并且集体将之痛厚一顿 但是乱马夸了一句佑金可爱 这让本来就喜欢乱马的佑金开始心花怒放 他看见小倩与乱马关系并不融洽 便就此劳过乱马快乐离去 但小倩却因此气炸了 另一方面 八宝哉常言偷女性内衣的毛病 让作为徒孙的乱马困扰不已 为了让他能够变乖一点 乱马只好把施工介绍给自己的半个师傅可伦 万没想到 其实可伦与八宝哉早就认识 八宝哉18岁时 曾与可伦奶奶有过一段爱情 但因为他太过于好色 被戚风的可伦痛咒一顿 所以八宝哉一气之下偷走了全村宝藏 包括可伦祖传的南蛮禁止 导致可伦以其反目成仇 而南蛮禁止也被两人在争吵期间 回来的小米给踩破 由于乱马三番两次阻挠八宝哉内衣 害他被女人们暴咒一顿 八宝哉为了报复乱马 便点了他平易虚脱穴道 导致乱马软弱无力 连小孩都不试对手 因此才被往日仇家们借机联合起来修理一顿 玄马眼看儿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只好传授乱马 找一女流的奥义 孟名思义 就是模仿蒙虎从悬崖上往下扑的姿势发展而来 只要成形向施工道歉 或许就会得到原谅 玄马还有一些名称取得很响亮 实际很没用的虚张声势招式 大概说一下比较有趣的 挖力死态 跪地求饶 令敌人放松戒心后袭击 敌前大逆走 边逃跑边想战术 要领是先逃再说 魔犬痛哭破 一边蓄气 一边与敌人取得适当距离之后 一股作气叫骂敌人 就有如上家之犬般鬼吼鬼叫 其他还有很多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做罪述 可伦得知此事 为了三浦的幸福 便传授乱马女结竹宗的秘权 飞龙升天破 顾名思义是模仿巨龙从天而降之后 摔死的技巧 而其窍门是 保持冷静的心 踏出螺旋状的步伐 再将对手引进螺旋形阵法之中 并把对手排出的火热杀气旋流 从阵法中心点注入冷空气 让其产生上升气流 而形成龙卷风 只要敌人的斗气越强 其威力就越加强大 为的是要帮乱马从八宝斋手上抢回 破解频率驱脱穴道的人体图 得胜后的乱马 便在得到人体图的可伦针灸之下 终于恢复了元气 不过风铃馆高中校园里却出现了一个怪人 五寸钉 为什么会特别介绍他呢 因为他的原型就是 日本非常有名的金山事件主角 五寸钉哀慕小倩 常常在暗中窥视小倩的一举一动 更大啦啦拿起相机偷拍 活像个变态狂 所以他痛恨身为小倩未吩咐的乱马 总是拿诅咒用的道具 想要将乱马咒杀 乱马因此常常遭遇不测 倒霉事皆二连伞发生 于是乱马只好变成乱职 利用色诱之处调查此次 发现这一切都是五寸钉拿符咒在暗中搞鬼后 便一把将符咒抢过来 贴在五寸钉身上二整五寸钉 而鹿狮梁牙再次迷路受困于洞穴中 巧遇一位矿工授予他一个秘籍 那就是 狮牙一直靠这招式 终于把可恨的乱马给彻底击败 虽然可伦知道狮子咆哮蛋这招式要如何使用 但就算乱马想练 可伦也认为这招式更适合良牙 因为他有练这招式的天赋 不过可伦担心的是 要是狮子咆哮蛋练到极限 就会像狮子从悬崖叠下深谷一般 最弱更不幸的深渊 因为要发挥完美的狮子咆哮蛋威力 不只是需要怒气这么简单 这也只是此招的基本型 而是要让许多不幸缠身 所以良牙才是最适合练此招的人 于是不服输的乱马 便邀良牙一个星期后再战 在此期间 良牙为了完成真正的狮子咆哮蛋 便请求小倩对自己说最讨厌良牙 狮子咆哮蛋也终于修炼成功 直到乱马与良牙的决斗之日三天后 路吃的良牙才终于来到战场 乱马为了打赢良牙 便依靠狮子咆哮蛋的原理 自创了 猛虎高飞车 其原理就是利用自己强大高傲气势 向对方一口气释放 虽然跟良牙的基本型狮子咆哮蛋战成平手 但良牙随后使出了完美型狮子咆哮蛋 却将乱马打到毫无招架之理 不过小倩为了不想让良牙跌入不幸的深渊 她随即对良牙说出 自己其实是喜欢良牙 可以当永远的朋友 这让良牙更加不幸 狮子咆哮蛋威力也越加强大 还好乱马在弥留之际 发现良牙使用狮子咆哮蛋时的表情变化 于是她决定欺骗良牙自己已经跟小倩接吻 须使不信自己的良牙再度使用最强的狮子咆哮蛋攻击 乱马再接着说出刚刚是骗她的戒指让良牙分心 最后良牙便在乱马出其不意的一拳之下给当场KO 赢得这场决斗的胜利 时间飞逝来到了冬天 乱马父子跑到了山中修行 他们被暴风雨围困在帐篷里两天 带来的食物就只剩下一碗泡面 双方抢食之下 不出所料由乱马赢得胜利都市 父子回到道场后 玄马感叹道 自己总是打赢小时候的乱马 如今乱马翅膀掌印已经赢不了了 所以她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变成熊猫抱着轮胎在空地里修炼新的必杀计 为了挽回父亲的尊严 可是玄马修行的地点很快就被乱马发现 所以她下定决心要跟乱马断绝父子关系 一个星期后要来个赌上男子和尊严的比试 不过双方于山中修行时 乱马在避难小屋中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因为感冒发烧被父亲抱在怀里的温暖回忆 玄马更趁乱马不小心睡着时出现 替她盖上毛毯怕儿子着凉 再加上天道与小倩向乱马诉说着 玄马其实很寂寞 虽然说要断绝父子关系 但她还是很关心乱马 直到了决斗之日来临 父子两交手期间 乱马突然发现父亲的斗气非常强大 导致敌友双方僵持不下 仿佛谁只要先出手就会输掉了比赛 他们就这样一动也不动 僵持了三个多小时 乱马才发现原来玄马早就睡着了 然而乱马主动出手打醒老爸这举动 却出现破绽 他立马对儿子使出奥义 地狱摇篮 说穿了这招只是如慈父般 将对方抱在怀里的动作 用来恶心忍的招式 得用轮胎修炼大法来修炼 由于乱马长这么大 还被父亲这样抱 让他觉得非常的恶心 精神上遭到强大的打击 就这样乱马被父亲抱了一个晚上 让他不想再跟父亲决斗儿 直到某天 乱马的母亲杂云女家乡 得知许久未见的父子两已经回国 寄出在天道道场 所以特地前来关心状况 天道为了保全乱马父子两的性命 只好向家乡谎称他们又去修行了 而乱马父子两 迟迟不敢跟家乡相认的原因 是因为选马在乱马小时候 只要带走他做武术修行 由于家乡非常不愿意 选马只好向妻子许下承诺 要是没有把乱马培养成出色的男子汉 那他们父子两将会切副制裁 家乡见选马竟然敢发这么恶毒的誓言 可见是心意已决 不得已只好答应选马把乱马带走 乱马父子两更亲自在切副壮上化压 所以家乡随时随地总是抱着替父子两借错用的武士刀 变成女性的乱马 也只好向母亲谎称自己是小倩的表妹乱子 既然乱马父子两不在 家乡借数到场一休后 便决定起程回到自己家中 小倩觉得伯母家乡这样太可怜了 劝乱马还是私下去见母亲一面比较好 她已经跟伯母联系 星期日在公园相见 然而这件事却被选马偷听到 决定挺身阻止乱马这么做 不过很快就被乱马击败 乱马更在赶往公园途中数次发生意外 被冷水泼到变成女孩 但这都无法阻止她想与母亲相见的决心 可多灾多难的乱马好不容易赶到公园 准备与母亲相见时 变成熊猫的玄马早已抢先带走家乡 不让其母子相认 却因此发生了意外 走累的家乡 一屁股坐在抽取温泉的帮补上 导致自己被温泉冲上万丈高空 于是救母亲切的乱马 顾不了要切副的风险 赶紧提升拯救母亲 也非常的有男子气概 然而天空却不作美 在家乡即将要苏醒之际 下棋的大雨却让乱马变回了乱子 醒来的家乡看到乱子后 认为自己做了个美好的梦 但她还是非常的开心 梦中的乱马非常有男子气概 满心欢喜的家乡 也开心的向众人道别后离去 那么动画版的乱马1 2剧情就此完结 想要继续收看接下来剧情的人 可以从漫画版22集开始收看 如果没时间只想看精简版回顾的朋友们 请等待下集 乐姐君整理的漫画版剧情回顾哦 如果觉得乐姐君整理的不错 也可以点击影片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乐姐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您的每一次超级感谢赞助与广告点阅 都是团队们创作的动力 让频道可以走得更长久哦